老牛士毒 三国时,曹操手下有位谋士叫杨修。 一次,杨修随曹操出征,功成不下,便就地安营扎寨。 这时,杨修忽听曹操说道,鸡肋,鸡肋。 他立刻明白曹操的意思是想要退兵,便和士兵说,丞相打算退兵了。 这样,权营的人纷纷收拾行装,准备撤退。 曹操寻营时,看到这种情况,非常吃惊。 便向士兵询问原因,才知道杨修私传军令。 由于杨修平时屡次卖弄小聪明,令曹操不满。 今次,又在自己尚未下令撤退之时,私传军令。 于是,便以杨修扰乱军心,把他杀了。 杨修死后,杨修的父亲杨彪非常伤心,因思念儿子而日渐憔悴。 曹操问他说,杨公为什么这般消瘦啊? 杨彪叹口气说, 我惭愧呀,没有能够像今日禅一样,具有仙剑之名。 现在还有一种像老牛舔着自己孩子一样的爱子之心。 曹操听后,十分感动,不免内疚。 老牛嗜毒,是指老牛舔小牛,比喻父母疼爱子女。 老牛舔小牛,比喻父母疼爱子女。 观众